老婆,今天就有四個地盤,散散了 有沒有想過,我們退休後的生活是怎樣呢? 退休後,我想買一棟別墅 要有一個很大的廚房 我煮飯會比較舒服 還有一個大的露台 我隨時可以看風景 那就完美了 老婆,你想的東西在香港怎麼買? 中立彩都不行 不一定在香港 可以考慮大灣區 大陸樓更麻煩 你又要收樓、驗樓、裝修、匯款 我覺得很麻煩 也是,但不如你先上網看看吧 上網看? 這個V家,廣道寫得很好 說得很好,一條龍服務 包括收樓、驗樓、匯款、裝修 甚麼都齊了 對呀,他們的顧問是灣區博士沈穎蓮 他人氣很熱的 Youtube有很多人看他 每個買樓都是問他的 他們在荔枝角有個大的展廳 不如我們上去看看吧 咦,他這裡有個電話 不如我先打電話了解一下吧 Hello,你好 我約了你的同事Syrus 你好,我是長收樓太太 我就是Syrus 這邊請吧 好 Syrus,我和老公想了解一下大灣區的生活環境 還有看看有甚麼樓盤適合我們 但我們又不懂怎樣選擇 明白,買樓最重要是先求資後投資 買開的物業不如買香港樓 無論政策、法規、稅制、樓程等等 都不跟香港樓一樣 所以一定要做好功課 了解了你想找的樓盤資料 生活環境等等的條件 才做好做決定 我們都看了資料 想看看你有甚麼意見 如果你們有心儀的城市 你可以在我這裏過萬隻的展廳圖 才做一個網上看樓 這裏亦都有VIP貫賓房 可以慢慢在香港看多幾個樓盤 當你看好之後 其實我們還可以約時間 一起上去實地考察 到時你想看Ming的項目去參觀 或者吃甚麼都可以由你們作主 但買樓很煩的 又要匯款、驗樓、裝修 其他東西都很煩的 不用擔心 我們過來這邊 我們現在提供一個完善的家居售後服務 管家王 包括驗樓和收樓 亦都有一個直屬的裝修公司 叫做Viga大安區裝修王 可以幫客戶設計和裝修 而且我們亦都有一個 已經獲得找換電牌照的匯款公司 提供一條龍的貼身服務 買樓後你們可以放心交給我們處理 加上我們總部在深圳 中山、珠海亦都有公司 我們有一個強大的團隊作為後盾做支援 可以幫你們完成一系列的銷售手續和流程 那又不錯 買完樓又不洗飯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可以先看看樓盤 當然有 我們Viga剛推出了一個全新的Viga體浪王Apps 隨時隨地 你可以比較一下大灣區的樓盤 裡面有獨家盤、最新樓盤和特價盤的推介 只要選用沈博士的AI智能程式 選擇城市、割展商、單價、面積等的損害 可以篩選出一個適合你深水的心儀單位 真是方便又專業 是的 這個Apps還可以儲存你的深水樓盤 裡面有價錢和相片 還可以立即幫你計算按揭 讓你們可以有一個深水的預選 但就這樣看相片好像不太清楚 不用擔心 你按下這個新本視頻 就可以全方位看清楚每個角落 老公、老公 這套好啊 我喜歡這套 位置環境都適合我 和我心目中的理想家哥一樣 不如我們慢慢坐下來看看 好啊 這邊吧 老公這套這套 我們選這套 不錯啊 三個時不如和我們搞手續吧 好啊 好啊 現在已經10點多了 現在回到珠海 很開心的 今天 因為第二個教會 我就 認識了 剛才說的 Niu 在我旁邊的帥哥 很帥哥 他做生意 已經有個兒子三歲 五年輕 很帥哥 所以呢 其實許斯哥班 我看到很多 真的很多年輕人 還有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其實他有一個 其中他的老師 其實是台灣人 老師是台灣人 我稍後講講台灣人 的情況給大家聽 因為大家都想知道 大返區生活 是不是 趁現在回港去 我又要做一個review 如果我眼一點就忘記了 這間教會 原來是中山第一間教會 所以他在老城區 暴行街 但是他聽他說 最初有這個教會的時候 那個暴行街 都好像還沒有 所以他簡直是一個歷史文物來的 這麼誇張 所以是一個中山最老的教會 但當然大家看到鏡頭 又不是這麼老 其實因為他有翻身 還有我看到一些建築 他都很帥 但是看到他的頂上很多都是後期加 你看到有些柱在中間 有些鐵通在中間 應該是後期加多一層 那樣的 都改裝過來了 但是整體來說是很舒適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整個教會裡面 尤其是音響方面 真的很漂亮 那個控制台 我基本上都沒見過教會 有這麼漂亮的音響 所以因為他的音響這麼漂亮 我發覺就令到很多年輕人 都會在音樂方面做侍奉 他剛才去敬拜隊 他這樣 他分敬拜隊和師哥班 他們敬拜隊就有六組 而每組是幾十人 我講的 輪流排 他要排的 不是每個禮拜讓他上台 輪流排 差不多要過幾月才排到一次 到他們上台去獻師 那樣的 所以其實他是很足夠時間去做預備 所以他們會做到 我看到他又調一些電子音 無線咪 打鼓 我看到他很專業 其實他剛才裡面 其中有一個 甚至晚上是一個歌手 是一個歌手彈踢踢踢的 都是高手臨臨的 其實 還有彈鋼琴的女生 那把歌聲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聽到真的很感動 很感動 很感人的 非常之好 原來他有敬拜隊 有六隊人 另外本身也有詩歌 所以剛才我們敬拜隊 他唱了三個歌 很好聽 有音響 打鼓 彈其他 非常之感動 令到 坐在這裡 我們都會一起跟他唱 另外有 詩歌班 按正常 詩歌班 比較嚴肅 比較傳統的詩歌 也有詩歌班的獻師 加上牧師的廣道 那牧師很有趣 牧師會說廣東話 但是我看到他廣道是用普通話的 大家注意 這個 我今天聽到的時候是用普通話的 牧師是用普通話為主的 沒有翻譯做廣東話的 跟我下午那個教會呢 他講廣東話是相反的 基本上都是兩層來的 我剛才看到是廣門人 我聽說他們的教友有多少 嚇到你 有三四千個信堂 三四千個教友的 會友的 所以他要分很多課 他早午 上午 我記一下 總之上午 然後9點 然後11點 然後2、3點 然後7點 是四堂的 順拜 才能夠 才能夠應付到 還有現在是 雖然疫情過了 但是他們都嚴格執行政府的要求 隔行坐 隔位坐 所以其實 其實我聽他說 都因為這樣的原因 都不夠公認 可能因為他最老的教會 信徒比較多 而我見 來順拜的年齡 是比我下午的教會 是年輕一點的 三十幾歲到五十幾歲左右 平均是年輕很多 年輕人比較多 大家看到 一樣是掛上十字架 教會 外面掛十字架 很多方 很多都沒有問題 音響器材非常好 但是他沒有聖經供應 聖經是教徒自己帶來 而且我見很多他都是用手機 看聖經章節 那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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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就說 他說中山大概 如果真真正正正的大型的教會 大概有八間到九間 那麽就說中山有很多鎮 那麽就有些 教會有些叫聚會點 那麽就連聚會點 那麽就說 那麽就說 我自己不知道多少 ok 那麽就 那麽就 所以中山基本 總結感覺 今天來兩招 基本我覺得 就是中山 如果你說在這個 基督教裏面來講 那麽其實中山是 非常之 我們叫做什麽 非常之 豐盛 非常之豐盛 教徒是非常之多 而且教徒 我見到他們的侍奉 啊 啊 順拜啊 那麽各方面都是很 很投入 還有人數很多 那麽剛才見到 就是唱完歌 那麽整班很嘻哈 很熱鬧 那麽其實他分很多班人的 那麽其中 這個敬拜隊 就整班一起 就是吃一間宵夜啊 那麽大家去那裡 很開心 很開心 那麽講回來 那麽其中 那個靜拜隊教 就是幫他們 加班那個老師呢 就是 就是台灣人來的 那麽我看的樣子都六七十歲了 那麽年期都比有大小小 那麽他聽過以前是搞音樂的 那麽原來這麽台灣人 就是台灣去了美國 那麽美國 聽說 那麽跟著就回來 回來 回到中山 在中山買了房子 在中山居 他和太太兩個 基本就退休回來 退休回來的時候 喜歡音樂 又是很虔誠的教徒 又回到教會 所以就帶領著那些年輕人搞敬拜隊 教他們 我剛才全程 如果大家看我的開篇 看到他們都在指導一些年輕人的音樂方面的東西 這個也看到一些外來人 不僅是香港人 其實都有很多回流回來中國 在中國退休的 自業 退休 他們都尋找到自己的生活 剛才一起吃宵夜 他都坐在我對面 我都開心地跟他聊一些 台灣以前我做電腦 說回以前的電腦 什麼AZE 什麼以前Apple II 那些年輕人不知道在說什麼 我跟他就好好聊 因為說回台灣 我以前做電腦的時候 經常去台灣 我見他生活 我聽了言談之中 我覺得他在這邊生活 都很開心 很滿足 跟他太太過緊很開心的 退休生活 無牽無掛那些 那基本上這個教會的情況跟大家說了 臨尾我也做回一個總結 我的總結 我盡量不想給我自己一些個人的意見 可以這麼說 個人的看法 OK 有個人的看法 因為第一 我未必有這樣的資格 第二 這些我想 這些怎麼說呢 如果我給任何的評論 我都覺得可能會很多 很多少被人評擊 可以這麼說 那我又無謂這些 是不是 那我有幾樣東西想表達的 對個人來說 就是 因為 其實 我有一段錄音想播給大家聽 是一個 有一個觀眾是華僑來的 那他那個錄音 或者很晚一點 我看看我找不想出來 播給大家聽 那個錄音就是 他在說他在外國的一個基督徒 他是在內地人 但是他移民了一個外國 他在外國有回教會 但是他發覺在外國的教會 大家的弟兄姊妹 甚至牧師 他都對國內是很抗拒 他都相信了很多對國內的抹黑消息 就是說 國內的教會 中國政府是很打壓的 不給李瑞信教的 十字架都不給裝的 又會調查你們 又會怎麼說 總之要偷偷摸摸 不夠見得光 聖經都不給拿 守到聖經又說要鎖 要拘捕 就是很多這些很抹黑的消息 說白一點 甚至說 共產黨很壞的 怎樣怎樣怎樣 很邪惡的 這樣 他很不開心 他發了這些給我聽 所以其實我想說一下 在現在香港或者很多地方 對內地在日常生活上面 當然 宗教是我們進來大灣 即我們進來內地生活的 如果有宗教信仰是其中一個範疇 可以這麼說 當然如果我們有信仰的人 我們當然會很緊張這方面 所以 我想表達幾件事 即 怎麼說 凡事都有規矩 因為 我想拋出一個問題 當中國政府看到香港佔中三次 一個是牧師 一個是基督徒 一個是半個基督徒 一個是聽聞另一位 最後一位就是 我不說名字 就是以前受針過 而是發起佔中 OK 而撩起整件 即到今時今日這麼大件事 有暴動 有這麼多搞到今時今日都還未搞完的 這些暴力事件 抗爭 反中國 反政府 你覺得身為中國政府 他們是沒有信仰的 我們不能當中國政府的官員 甚至主席他們有任何的信仰 我們當他們是沒有信仰 那大家會覺得 其實他們要怎麼看我們基督徒呢 我意思就是說 他們會覺得 香港搞到今時今日 是由幾位基督徒來發起的 你覺得中國政府會怎麼看基督徒呢 OK 我們不能預期別人都是基督徒來的 OK 別人對我們這個宗教信仰沒有認識 不知道 不要想他們當我們這個宗教信仰是好正環 我當是八字一張 你覺得 中國政府怎麼看我們基督徒呢 很簡單 就等於一樣 譬如警察 當然不排除 警察裏面 會有些不好的警察 OK 當然會有些少少不好的警察 電視劇都有做到 OK 但不是代表所有的警察都是不好的 是吧 我們不可以一輪捉帶一船人的 那我們同樣這樣看 為什麼現在香港這麼多人 將所有警察都 列為全部都是黑警呢 全部都是說去黑警 都會罵人家呢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做呢 那就是 如果這樣說 同樣的說白 那中國政府就當作 所有基督徒都是反中國 都是反的 都是要來抗爭 都是要來搞事 要來做 都要來搞破壞的 都要搞暴力的 都要搞暴動的 對不對 很正常啊 如果中國政府這麼冷 是不是很正常啊 如果你們覺得所有警察都是黑警的 你覺得你是正常的話 那中國政府都是這麼想的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一件事 就是中國政府 所以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做得很好 因為 我們基督徒在香港 就是有一些 我們某一些基督徒 在香港 做了這些行為出來 其實真的會令到中國政府害怕的 怎麼會不害怕呢 你怎麼會不害怕 你怎麼會不害怕 這麼大件事 搞到現在不害怕 而這樣害怕之下 我今天來到中山 依然看到那些教會 正常是正在做上班 正常是正在做我們教會的活動 正常是在做我們教會的活動 完全外出吃飯 唱師班 廣道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真的覺得已經是很好的 如果給別的國家 我絕對相信不會是這樣 我絕對相信不是這樣 還有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任何東西都有規 當然 在宗教 在國內 他們有宗教局 他們都有部門 有人 管理宗教 他們是管理的 不可能不管理 他們也會跟這些 我們所有的教會的牧師 或者我知道他們 我不可能講名字 他們上面還有一些 我們教會的機構 是對接政府的部門的 例如他們的宗教局 其實宗教局也都按國家規例 是有些規矩給我們的教會 守規矩就沒有問題了 OK 其實我認識某某城市的 宗教局的一些高層 我不怕說 我明天就跟某某宗教局的高層 他剛剛下來深圳考察 學習 我們是老友 認識他很多年 老友 十年認識了 我上去又請我吃飯 跟我聊聊天 他下到深圳 他明天下深圳 我明天下深圳 晚上會跟他吃飯 招呼一下他 大家老友沒事的 聊聊天 很朋友 沒有問題 而當中我經常問他 最近很緊張 宗教怎樣 他說其實沒事的 你們宗教 宗教有那麼多 那麼多不同的宗教 其實我們國家 已經有設定了一些規矩 講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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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總之你們不要進來 什麼宗教都好 你不要搞事 你不要反政府 你不要搞政府 你明白嗎 你不要去發動什麼 搞什麼 去圍什麼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你正常的順敗是什麼問題 OK 所以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不要說宗教 其實任何的事情 都有規矩 例如 你哪怕 你上學 有規矩 你上班 有規矩 你回家 家裡都是家規的 爸爸媽媽都有規矩 我去那些家裡 人家一進門口 就要脫鞋 你太問 你可不可以 我不脫鞋 我就是要踩進來 人家的規矩就是脫鞋 我妹妹的家 我妹妹的家 就是習慣 一到門口 任何人 家人和朋友 都要去門口脫鞋 有些甚至入門口 要洗手 人家的家規 人家的規矩 你去別人那裏 你就守別人的規矩 是不是 我為什麼一定要說 我就是不要守你的規矩 我就要搞 我就要搞自己想搞的東西 這個 這個我就是想說的 其實 宗教是其中一個範疇 其實跟規矩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香港或者外國 這麼多的華人 他們 為什麼這麼多人 他們宣揚到 我進來 譬如我要有我宗教的聚會 或者是順八 我要跟國家設一個規矩 就是沒有自由 就是壓榨我們的宗教 就是打壓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明白嗎 就是 為什麼人家有規矩設給你 要你跟 你就說他打壓你 甚至我不跟 你就說他 你就說他 不止打壓 如果你不跟 我想可能有行動 政府也說他要抓我們 他要困我們 他要怎樣怎樣怎樣 你不守規矩 如果你來我家要脫鞋 你不守規矩 我扔你出門口 大哥 或者你踩髒 麻煩你抹回去才好走 對不對 所以你上班有規矩 你上教會也是規矩 其實我們自己個人都有規矩 我們身為一個信徒 譬如我信教的 我們都有聖經 都有所謂 我們的基督 我們神的華語 我們都是要守規 聖經一打開 已經十屆 十個已經是規矩 怎麼可能人類生出來 就要守規矩 如果不需要守規矩 那跟野獸有什麼分別呢 我多喜歡做什麼 做什麼 跟野獸有什麼分別呢 對不對 所以 我真是很想 講這個 我 不是 是我自己個人的見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想表達 就是 大家認為 如果大家信徒 你覺得 在香港基督徒的人數多 只是13億人口 現在 現在13億人口 中國的基督信徒多 大家肯定是國內 我只是一個這樣的教會 已經有三四千個信徒 你想想全中國這麼多的城市 這麼多人 加上有多少信徒 我們這個小小小的香港 如果我們以基督徒名義的身份 去搞這麼多問題出來 而使得我們中國政府 怕了我們基督教 怕了我們基督徒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在香港搞這些 就是為香港 他這樣說 為香港 為香港而搞了這些 搞了這些行為 搞了這些動作出來 搞了這些行為出來 所謂行為 又暴動 又佔中 又圍抗 又要搞破壞 又要反中國 又要反政府 你搞這些出來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你要影響著 我們全中國的基督徒 OK 因為政府更加嚴格 我怕了 我更加嚴格去管理 我用管理的字 更加嚴格去管理 因為怕的 大哥 有什麼不奇怪 譬如你沈家 譬如我沈家 有一個就 走去打人 不說 然後我就入學校了 原來聽說你弟弟 經常打人 一脾氣很大 喜歡打人 那你說學校知道這件事 他怎麼對我 他都要嚴格去管理我 對不對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 剛才我想說一個案例 真是真案例 就是 我之前在我教會裏 有一次有回順拜 就是 有一個經常來的 其實是很陌生的人 但是每次都坐在前面 就拿著一把子 真人真事 那時候我們教會 就會 順拜 最美聲 就可以 給一位 就是我們教會上台 分享 那當時有一次 就是這位 經常都回來 但是我們不是很熟 拿著一把子 他就上台 分享 舉手 看到他回來 坐前排 好像挺虔誠 那當時牧師 就被他上台 那他上台 但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們台下聽到 什麼又說 什麼公養的小朋友 又頑皮 踢他 總之他記了一點 其實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說了大量 我們下面 整班 整班 教友都被拘捕了 這樣 幸好他沒有說粗口 跟著怎麼樣 知道嗎 很簡單的道理 跟著 教會 看到他上台 以後 他再見我回來 我們教會 我立刻找一些教友 就幫助他 不要被他舉手 叫上台 幫助他 看他 其實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亂說話 其實是不是精神的問題 其實有某些目的 你知道什麼 有某些目的 就是其他的教 很多可能性 總之 怎麼說呢 坦白說 我們一定要找人 喂 這個人要黑名單 總之他一見到他 就麻煩找人 我們不可以不讓人進來 對不對 我們不可以不讓人進來 不讓人進來 不讓人進來 就不尊重人 很多的 不對 你不可以不讓人進來教會 對不對 但是 坦白說 他這樣 我們每個人都住著他 盯著他 盯著他 怕他亂來 其實教會不是一樣有規矩 對不對 你想想這個教會 如果有些教會 入到來 不斷講粗口 入到來 在那裏銷售 賣保險 賣什麼 我想很多教會都見過 賣直銷產品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 當教會知道 你覺得教會應該怎麼做 教會都會 take action 都會把這些人抽出來 問他什麼事 或者勸喻他 起碼一件事 就注意著他 盯著他 看著他 還有設些規矩 甚至要在台上說 大家參加聚會 大家不可以有商業運動 都會做一些聲明 這些就是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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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都有規矩 為什麼進入中國沒有規矩 教會有規矩 為什麼進入國內生活 我們不跟別人生活的規矩 你們香港人就可以不跟規矩 香港人就可以不跟規矩 香港教會都有規矩 為什麼進入內地的教會 我們要不跟規矩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其實任何地方都有規矩 就算我的教徒 信我們心裏的神 我都有規矩 不是說我信我心裏的神 我什麼人的規矩都不可以跟 不可以跟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這裏我其實想說了很久 因為我真的看到知道法國 其實因為香港 自從兩年前開始發生 香港這些暴亂事件 暴動事件 而也是帶頭的是一些基督徒 其實是令到大陸政府 是對內地的基督教 其實管理是收緊得很重要 也都令到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很小心 他們對內地的基督徒 他們都會很小心 都會以一個防 即是怎麼說 要多加注意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去某些城市 我們的侍奉 都有一些教育局的領導出來 都提醒我們 你們來誠賣好 不過記住 都不要隨便走 不要教其他事情 你明白嗎 都是提醒我們 總之 但是 想得不好就說搞錯啊 我過來這邊探探教友 但是 大家要理解 為什麼人家要這樣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們 在香港做 在香港所謂基督徒的角色 給國內政府 就是 要提高警覺 所以我是諒解的 我是諒解的 有時候 我一做任何事 就能反過來 我是政府 我不是跟你同宗教 你們很多人來聚會 很多位香港人進來 我是不是要提高警覺呢 為什麼要提高警覺呢 因為我看到你們 以前有人做過什麼事情出來 唉 所以呢 其實 其實戴耀廷 這些 他們做這些事情出來 其實我真的坦白說 我覺得 他們只是想想香港 你不想想 全國中國 我們有多少基督徒 有多少教會 有多少牧師 其實 你是令到他們 是很危險的 OK 你令到他們更加難做 你知道嗎 OK 那 可能他們不熟大陸 最主要我覺得他們不熟內地 不熟大陸 所以可能他們都沒有想到 原來他們有這樣的影響 OK 但是我是貼地的人 我知道的事情 我去過很多教會 即北方那些 其他地區那些 所以我聽過 我聽過一些教友說 我聽過一些牧師說 我聽過有關部門說 我聽過有關部門說 就是 這些我全部將事實說出來 我也都沒有偏幫邊邊 好 我找到某一個我的粉絲的 是華僑 是我的華僑的錄音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很開心啊 我看見你這麼熱心 經常把我們大陸的真實一面 拍給香港人看 我在美國這邊 和香港朋友 都 真的 我都說不服他們 因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什麼原因 令到他們 這麼相信大陸的醜陋一面 反而我這個土生土長 在大陸土生土長的人 跟他們說 說不是這樣的 我在大陸的時候 明明 每個禮拜 跟媽媽回教會 根本就沒事的 但是 他們沒有進過大陸的 他們沒有在大陸生活過 但是他們很抗拒我 說這些真實的事情 他們說 可能你的城市 稍為開放一些 其他城市不是吧 我說我的城市 就是大陸的城市 如果大陸是壓迫的話 應該我也會受壓迫 對吧 但是他們就說 可能你未遇到傘 我說我十幾年在大陸 十幾年 每個禮拜天都去 這樣都遇不到 他們就會轉移話題 他們就不會再想聽我說下去 好奇怪 我覺得真的 香港的洗腦 真的厲害到太厲害了 大家聽到錄音 其實還有很多 甚至連牧師那方面都有問題 其實其中一位觀眾 有很多觀眾跟我表達 所以為什麼我這次來拍教會 大家明白我的出發點是什麼 甚至乎我自己 我在教會裡面 都真的有分裂 都有 某些教友 知道我經常回到大陸 知道我又 覺得大陸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其實是不喜歡我的 unfriend了我的 facebook unfriend了我的 所以其實當然是很傷心 因為大家是弟兄姐妹 為什麼要決裂到這樣呢 但是就 怎樣都好 我只不過今次 我是想把 我想形容一件事 就是其實 宗教當然是我們大灣區生活的部分 我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基本上 大灣區生活的事情 我大部分都已經 真的重要 我都拍了出來的 你已經差不多去到宗教 去到拍宗教 這方面 在國內 即大陸區是怎樣 我差不多都叫做 就是差不多 將大灣區生活 大部分的事情都拍了 你可以這樣說 那大家 宗教只不過是其中一飯的 那譬如看醫生啊 譬如疫情管理啊 即疫情的問題啊 即國內政府怎樣做管理啊 很多的 不是買樓啊 不是陷阱啊 不是通街都 爛尾樓啊 沒有人住啊 其實大家看過很多片 其實總結一句 總結一句 我想過用一句說話形容就是 等於 我們喝了酒之後呢 現在沒有試過斷片 我有一次呢 老闆請我喝酒 拉我喝酒 那我那次就真的 因為我不是很可以喝的 OK 那真的醉了 醉了 那醉了之後 我第二天一早上再起床 我見人睡到一間酒店的房間裡面 那我就 咦 那我就立刻醒起 咦 我的車在哪裡呢 因為我當時是開車去的 那喝完酒就 但我醉了嘛 那我就立刻叫華 哎 快點跟我去海岸城 海岸城下面玩的車 死了 現在已經11點了 車還在街上 不知道怎樣 那全公司的人呢 就在歌頭幫我找車 結果都找不到 嘩 怎麼辦啊 那車是不是被人拖了 想到很多可能被人拖了 被人偷了 或者是不是我記錯了 想了很多東西 結果過了 又搞了兩三個小時 結果呢 就叫那天 就是 拉我喝酒的老闆 我原來那天呢 我就醉了 接著他找了代價 就幫我代價開了 車就開了一間酒店房 就載了我 真的很舒服 好笑喔 他那個代價 會開電車 會開TESTA 然後那輛車呢 就正正式式地 怕了我們酒店下面 停車場那裡 那 我就在酒店房 睡覺 原來那段所有的東西 都斷了片 其實當時我怎麼醉 都忘記了 我就想形容 我想說說 其實我覺得 國內現在的情況 就是在國內大阪區的生活裡面 其實就好像我們很多 香港人或者外國人呢 我們就好像斷了片 就是後期這一段時間呢 是沒有了 脫節了 那所以剛才那位觀眾 為什麼他有很多朋友 甚至有很多教友 甚至是牧師 甚至有很多親戚朋友 為什麼他都會對內地 有這麼多負面的看法呢 是因為大家都斷了片 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沒有收到一些 國內最新的資訊 而大量都是一些舊的資訊 甚至舊的資訊 再翻炒 或者再去抹黑 再去炒完又炒 那那些都是一些 很多都是一些 不利或者抹黑的訊息 那所以很多華人 很多華人 無論你是華僑也好 無論你是香港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好 除非你好像我一樣 經常回大陸 你就會知道大陸一路的進程 一路的變化 當然大陸今時變成 今時今日不是一朝一夕的 不是說去年開始變成這樣 其實我 覺得大概都是五年時間左右 就是變成現在這樣 現代化 那些人這樣 經濟那麼好 那些人這樣有錢 或者一些東西這樣科技 其實都是大概五年 你最多說是十年的變化 那很多 甚至華僑 華僑 你想想離開香港 或者離開內地 移民了過去的人 可能一分鐘 都可能已經是十幾二十年 可能沒有回過內地 那他沒有回內地 他就只是看一些 手提電話 網上 一些的信息資料 才知道內地 現在是怎樣 那如果那些資料 全部都是舊的資料 那所以他在講的東西 舊的東西 在腦裏面 就是我經常講 他那個window 他還是舊的window version來的 他新的window version 都沒有升級 是吧 那你說怪不怪他呢 是吧 斷了片 那現在很多香港人 很多華人在外國 都是一個問題 那所以呢 我很多觀眾 看完我的片之後 都說 哇 幸好看了沈先生你的片 實實在做 真實拍給我看 好像今天我拍的教會 你真的知道 現在教會的情況是怎樣 那當然結論是怎樣 你怎樣評論 或者你看完之後 覺得怎樣怎樣 這個沒有問題的 這個沒有問題的 我的使命 就是把真實的東西 拍給大家看 OK 看完之後你覺得好不好 就你自己給我答案了 我就不會跟你說 喂 現在 可能現在說 中三教會好過香港 中三教會好過那邊 絕對我沒有說這些話 絕對我沒有這樣的意思 我也沒有這麼說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人事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國家的生活都是不同 教會的模式都會不同 只不過想出現在的情況 拍給大家看 大家吃了宵夜 大家唱了歌 喝了可樂 大家開心心 我現在回家睡覺 現在到了 我已經到了 我終於到家了 OK 總括來說 我今天把全日的情況 都告訴大家 OK 希望大家 真的能夠 在斷片這段時間 不知道的東西 我盡量都拍給大家看 好嗎 希望幫助大家 知道多點內地 無論你是 即是這麼說 你是什麼立場 什麼顏色 什麼人事 什麼年紀 不要緊 這些完全都不要緊 我只是把真實的東西看 你是什麼立場 你是什麼 不要緊 這個是我責任 我把真實的東西拍給大家看 大家看完之後 豐富了你的知識 豐富了你的知識之後 你自己可以知道 有任何事的時候 你自己怎麼判斷 和朋友之間怎麼去交流 是不是 希望幫助到大家 OK 今天晚上我們回去睡覺 拜拜 好